《神聖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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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說的是 而是說你是一個 神聖智慧之 獨特創造性的顯現和情化現 各位 所以你的存在本身 宇宙的存在本身是來自什麼 一個神聖的智慧 各位 你這樣記得這件事 所以你是一個 神聖智慧的什麼 獨特創造性的顯現 所以第一個 你要認識你自己是來自這個 神聖的智慧 第二個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我一直告訴大家 不要再去追求你的一致性 不要再去追求你跟別人的 共同性而已 各位共同性你知道了 共同性不是大家認為 成大是很好的學校 男的最好高富帥 女的最好白富美 共同性各位你們知道 最好開車開雙B的 房子住豪宅 是吧 最好不要住圍貫 是吧 各位共同性你們都知道 那是獨特性你們知道了嗎 各位 你存在宇宙當中 你的獨特性 你看這個世界跟所有人 不一樣的眼光 看到沒有 各位包含同樣一個杯子 每個人看的角度都不一樣 同樣一個空間 有人覺得溫暖 有人覺得冷漠 明白了嗎 各位 好所以過去我們都只聚焦在 所有東西的相識性跟共同性 知道我的意思嗎 各位 我們都聚焦在所有東西的 相識性跟共同性 現在不是了 要看你聚焦在哪裡 所有的差異性跟獨特性 各位我舉個實話 當你愛上了一個人 就算這個人是全世界 客觀條件很平庸的人 請問你愛上這個人 在你心目中 有沒有獨特的地位呢 你的孩子比較忙 也是聚焦的啦 要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的小孩子就算平庸 就算過動 就算一事無成 在你心目中他都是什麼 寶貝 這樣聽懂了沒有 各位 所以我們一直過去聚焦在物質時 像的什麼 一致性 共同性 跟他的這個相識點 明白嗎 我們從來沒有聚焦在哪裡 獨特性 差異性 跟相異的點 各位 而 你沒有同時能夠聚焦在 共同性跟差異性 你才能了解實相的等值 所以各位賽斯心法 是讓你們每個人認識 你們跟別人的什麼 獨特性 因為你是來自這個神聖世慧的什麼 獨特的創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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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